重雄大火猛烈燃燒 好幾輛車子陷入火海 美國馬里蘭州 當地時間17號 發生重大車禍 一輛油罐車疑似 因為道路濕滑翻覆 隨後爆炸 馬里蘭州近日遭逢 大風雪侵襲 67台車連環追撞 導致油罐車翻車爆炸 畫面驚險 目擊者尖叫連連 基督神 基督神 什麼事 根據了解 這起連環車禍 總共造成3人死亡 23人受傷 為了安全起見 當局一度關閉車禍 發生的95號洲際公路 馬里蘭當地 有多達百起車禍 都是因為路面結冰 駕駛失控打滑所致 而空中交通也大亂 巴爾地摩機場 有143個航班取消 125班延誤 同樣的在新墨西哥州 也因為氣候惡劣發生40台車 追撞意外 從空拍鏡頭往下看 貨車車頭被撞爛 油罐車差點被撞飛護欄 車禍導致後方來車根本動彈不得 而在明尼蘇達州也是大雪紛飛 低溫下探設施零下35度 當地居民車子拋錨卡在雪地裡 只得使出洪荒之力自己推車 冰封暴席捲全美釀成多起車禍意外 也打亂居民生活不掉 記者綜合報導